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靠近5号和133号公路 交通便捷 毗邻尔湾光谱中心 著名的电脑游戏软件暴雪娱乐总部就在此地 此外 据求职网站Glasdoor信息显示 腾讯美国分公司尔湾办公室正在招聘数个职位 以技术类为主 薪资在7万到14万美元不等 华人民众陈先生认为 看到中资公司在海外发展壮大 作为华人同胞感到相当骄傲 并且这对当地经济提供就业机会也有益处 只是这个陈先生的自豪感可能维持不了12小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签署两项行政命令 将在45天后禁止美国国民或企业 与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 以及微信 以及其母公司腾讯进行业务往来 违反规定者将受到处罚 特朗普总统援引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以及国家紧急法和301条款 以解决美国信息通信技术供应链所受的威胁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授权美国总统不需国会批准 就可以实施一系列的对外经济制裁措施 包括并不限于限制外笔交易 银行封锁 冻结甚至没收资产等 该法的实施 需要美国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而美国目前正处于多个紧急状态中 此前美国曾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 对朝鲜 伊朗 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进行过经济制裁 命令指出 中国企业开发的应用程序 特别是在美国相当普及的TikTok 持续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外交政策和经济 因此需要采取必要措施 白宫认为TikTok收集美国的用户资料 并追踪联邦雇员和承包商的地址 进行黑客攻击和企业间谍行为 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 TikTok如果不在9月15日之前出售在美国的业务 并且最好是卖给美国企业 那么就会被赶出美国市场 在禁令中 甚至提到与微信有交易往来的人或企业都会受到处罚 这个表述目前没有更多细节解释 如果只是使用微信或在微信里转账 会不会受到处罚 但目前已经有很多海外华人 把微信群换到了电报等社交软件上 尽管总统令没有明确指出这一封杀具体如何实施 但可以预料的是 美国政府会进一步要求手机应用商城 下架微信和TikTok 所以现在腾讯尴尬了 这2400平方米的办公室租还是不租 租给他的公司算不算违反这条法律 海外华人面对这条禁令心情复杂 有人欢呼雀跃 认为微信侵犯隐私 审查言论早就该封 也有人非常气愤 认为这是典型的行政干预市场 干预个人选择 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还有人非常忧虑 没有微信 跟国内亲友联系就更加不方便了 小伙伴们怎么看 可以在这条节目下方留言 目前这条禁令还只停留在一纸文书 没有人解释会怎么执行 另外还有45天时间 也许这只是又一个政治筹码而已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